皮影戏作为中国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 最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山东 济南皮影戏传承到第五代 出现了第一位女掌门 她就是八五后姑娘 李娟 一方幕布 一束灯光 几只影人上下翻飞 她灵活地操纵着手中的影人 11月26日 记者来到济南百华州看到 李娟正藏在幕布后 用济南风言和唱腔 声情并茂地为观众表演 西游记大战蝎子精 她坦言 虽然出生在皮影世家 但是一开始自己并不想从事皮影行业 我从小是跟着我爷爷长大的 我们家里的环境就是表演皮影戏 我爷爷对我的要求也是 平常要多练习皮影的操作 包括绘画 雕刻 还有在舞台上表演的一些基本功 所以耳濡目染地就学会皮影戏了 其实在整个的我对我人生的轨迹和规划中 并没有去传承皮影这一项 因为我爷爷的梦想呢 真的是想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济南皮影的一个新的发展 我首先呢要考虑到爷爷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一心想帮着爷爷去把皮影去传承发展 所以我才会从给爷爷打下手开始 正儿八经走上了皮影的道路 李娟的爷爷李星石出生于1939年 是皮影戏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从事皮影艺术70多载 自创了一人一台戏的表演形式 脚灯锣鼓 双手操作皮影 嘴里还能边说边唱 李星石告诉记者 济南皮影发展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在影人制作 灯光等方面与时俱进唤新 我爷爷的课告把皮影带到这个季南 我爷爷那时候皮影人物和筷子这么长 二十公分高 后来年就发展了五六十公分 现在更高 是吧 一米 过去的皮影 皮影的灯光 灯光是用的油灯 一个油弯 里面泡着棉花 棉花又蘸着油 那是我爷爷演的时候 到了我父亲演的时候 就不用那个油灯了 他用的门灯 马灯 还有用我起灯 到了我演出的时候 我就用的灯泡演出 后来在发展的时候 就用的灯棍 日光灯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在爷爷的指导下 现如今李娟能熟练掌握皮影制作 编排剧目 演奏等技巧 练就了一身皮影技艺 在编排时 他注入新元素 加入流行的话题 创造出《戏游记大战蝎子精》 南郭先生等多个 快智人口的剧目 同时 他积极开展 皮影传承发展创新模式 推出皮影加剧场 皮影加研学等模式 致力于让皮影更生活化 皮影戏让它活起来 让大家感兴趣 一定要演出 不仅仅是制作皮影 所以我又做了一种 小剧场经营的模式 让大家来到我们剧场 能够安安静静地静下心来 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把皮影的现代剧 传统戏 什么预言童话剧等等 用各式各样的风格演给大家 中间穿插互动 大家就会发现 我在皮影的剧场里 看的不仅仅是一个节目 而是皮影文化 近年来李娟组建了全部是由80后90后女生组成的济南皮影女团 从事皮影设计 雕刻 研学等取得很好的效果 我们济南皮影的发展不能仅仅靠我自己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会发现 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我的团队里来 特别是女孩 本来我又是一个女生 我一直都认为 谁说女子不如男 有很多的年轻的女孩 加入到我的团队里来 也成立了中国唯一一支皮影女团 我真的一心想通过我这样一种开放式的皮影的教学 让大家呢也真正的去喜欢上皮影 三尺生娟做戏台 全凭食指逞灰鞋 有时明月灯窗下 一笑环从掌握来 年事已高的李星石 将传承济南皮影系的重任传到孙女李娟手中 对此她信心十足 我从五六岁 我就跟男孩父亲学皮影系 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干了一辈子皮影 因为我爱皮影 现在吉南皮影有了第五代传承人呢 我真是真是希望 这些年轻人把吉南皮影传下去 对于爷爷的嘱托与期待 这位孝顺的女掌门人说 自己将继续摸索传承皮影的新路径 争取扩大吉南皮影系的影响力 现如今 吉南皮影传到我这一代呢 我呢 认为吉南皮影不仅仅是我们李家的 也不仅仅是吉南的山东的 更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做最创新型的文化传播者 真正的让我们的皮影系呢 走进千家万户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